再来呢 这里也有三个工具 是模糊 锐利跟指尖 这个也是对图形做一些 处理的 这个是对颜色处理 这个是对像素来处理 其实它也是改颜色的 只是说它做的事不太一样 像模糊就是替它模糊 那当然呢 我可能也要先调一下笔刷 然后 假设你想让对颜色糊一点 那你就把它们抹一抹 它就会更糊糊一点 像这样 然后就更糊糊 它就更糊糊 它就更糊糊 糊糊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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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糊糊糊糊 那你也可以把强度调强一点 它就可以再糊的更强一点 都可以 那 瑞利化 瑞利化就是让图形 比较瑞利一点 例如说 这样子 我想把这些气球 插得瑞利一点 应该感觉有差 这几个气球 比较瑞利 那你如果再锐利下去 会太恶心 我再继续磨 再继续磨 开始恶心了 因为瑞利是做什么事情 瑞利其实就是把 把颜色调成比较高反差 那个就叫瑞利 原来没有那么清楚的边界 跟反差的颜色 如果我今天用瑞利去抹一抹 这张图会不会变清楚 不会 记得喔 不会 它只是把颜色的反差 变比较强烈一点点 所以瑞利化 不能拿来解马赛克 这样的话 这是两件事情 你的图本来是糊的 就是糊的 不会因为你是糊的图 原来是糊的图 我说我用瑞利化 我希望把这个花的细节救回来 不会的 它只是会把颜色高反差 然后加深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如果你们那些什么监视器啊 拍回来的画面 糊糊的 然后你今天想要把 车号辨识清楚一点 把人的图 头 诶 这个 这个人 我今天想看清楚一点 他到底是谁 然后你用瑞利化 那是不可能的感情 可以吗 但是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人头 真的比较清楚 有 那个不是Photoshop 用瑞利化而已 而瑞利化 只是做颜色的处理 这个东西 现在就有很多高科技在研发 就是会用AI的东西去补出来 那它会去搜寻几十万张甚至上百万张的图 然后根据你这个颜色分布 然后帮你重新解析一张新的比较清晰的图出来 那个东西不是瑞利化 瑞利化 瑞利化只是把颜色变得深浅比较差异比较多一点点 这样 那个叫瑞利化 然后呢 跟图像还有关系 跟那个东西叫指尖工具 这个指尖工具呢 其实它有一点点像说 你想一下 假设今天这张图是探笔 或者是颜料 或者是泼墨之类的 你今天画一画 你可能会用手去抹它 去抹它 去抹它 这样子 然后 这个就是让你去抹 是这样涂的 所以说 什么地方会抹 我也不知道 看你 反正你哪边想抹 你就让它抹 抹一抹就很像那个 灵异照片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笔刷调大一点 一次大面积给它 例如 这样 Leg 要给它一点时间 我的记忆飘散了 这是我的梦境 所以背景是糊糊的 然后并且扭曲的 所以 看得出来 你要做的效果 越夸张 是不是电脑配备就要越好 所以我可以这样的去把它抹 那这个就是指尖过去 就是让你的图像 有点像手指头去这样抹下去 抹下去的感觉 所以图像会被 根据你抹的方向 被拉扯 这样子 那我 安度一下 回到我的正常的记忆 所以这三个 各位可以试一下 一个是模糊 锐利跟指尖 来试一下 那我再说 这是这个 好 我会把手指尖 用来 揣一下 来 那我可以试试看 看看